大家好,我是Chucha,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潘尼茂夫主場迎戰曼聯的英超比賽會是星期日凌晨開球 M直播到時會直播這場賽事 潘尼茂夫目前處於主場連勝之中,加上首循環作合已取得一場3比0大勝 所以潘尼茂夫今盡勢要雙殺曼聯 或者是英超已到最後衝刺階段,潘尼茂夫近期戰鬥力以及增性慾望非常舊 3月份至今的6輪賽事中,他們交出4勝1和1負的戰績 進攻方面有保證,崘尼茂能攻入兩球 球員方面蘇蘭基和古華特這些攻擊手都有波入,整體狀態都是看好的 而有利的是,近期主場表現有保證,近五將各項賽事主場能交出3勝2和不敗 目前處於主場三連勝,其中得色球比7比4 但要留意,潘尼茂夫四輪聯賽主場下半場都是踢得比較醒神 始終球隊近四輪聯賽主場所攻入的所有入球都是來自下半場 甚至在面對勞頓半場落後0比3,最終可以反勝4比3 而今場面對近期作夢太有限的曼聯,相信潘尼茂夫有力在主場贏對手 雙邊方面,費特歷斯和辛尼斯泰拉都因雙免疫 而曼聯方面近期情況不理想,至1月底至2月中取得各項賽事連勝後 最近八場各項賽事當中只贏兩場,並且近四場未上一線之餘 後防方面合共失九球 為何會這樣呢?始終連迪勞夫、馬拉西亞這些球員都有傷在身無縣出場 甚至近期還需要金華拿這些角色出任正選 另外,他們中前場同樣都有麥湯米尼馬迪爾相決 看到坦克用人方面應該都很緊張 而聚焦今季首次交手班尼茂夫 曼聯的空球率是69%比31% 全球成功率是85%比70% 總射門數是20比10,都比班尼茂夫 但場上的優勢沒辦法轉化成為贏球的優勢 班尼費南迪斯加拿造大令的中前場合共20次射門只有3次射正 而本尼茂夫4次射正就能夠入3個入球 側面反映到萬聯後防存在問題 考慮到萬聯最近三輪著客都沒辦法贏球 所以今集他們不被看好了 我們算是兩次打主要來打主要來打主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